近期被大家关注的综艺节目 In the Soup 友情旅行 是由VogaFamily成员 朴旭俊 崔宇直 朴炯直 V金泰亨 Picboy主演 在7月22日 与迪士尼家播出的一档热播节目 这五位由大家众所皆知的明星 组成的好友堂 VogaFamily 也是引起了广大玩友们的关注 这次将带给大家一窥 他们私底下 远离繁忙演艺进程的现实生活 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在乡下玩耍 与最好的朋友们做他们最喜欢的事 要知道 Soup在韩文发音有丛林森林的意思 所以In the Soup 友情旅行 这段节目的宗旨 就是让一群明星好友 远离平日的紧凑行程 放下工作压力 一起到乡间旅行 除了让明星们放松 也能让粉丝们看到 他们私下的生活的可爱互动 而且粉丝们都知道 朴旭俊 崔宇直 朴炯直 V金泰亨 Picboy 组成的VogaFamily 五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至于VogaFamily 名字的由来 V金泰亨 曾解释过 因为我们五个人相处的时候 意外很有话聊 所以觉得很有一家人的感觉 但其实我们不是一家人 所以才会用 我们是一家人般的韩文翻译 简称VogaFamily 但要说起VogaFamily 这个团体的组件 其中缘分 就不得不从朴旭俊说起 朴旭俊跟Picboy 以前就是高中同学 2012年 朴旭俊更是与崔宇直 因拍摄Family认识 透过Family认识彼此 一拍即合 成为好友 朴旭俊曾在节目中爆料 自己早朴旭俊六个月出道 拍摄时 朴旭俊很害羞又紧张 连正眼都不敢看自己一眼 是身为前辈的我 主动接近朴旭俊 并带领着他 也开启了两人这段神仙友谊 后来朴旭俊又在2016年 拍花廊认识了朴旭俊 V金泰亨就把大家介绍认识 没想到这五个人 一见面就聊开 就像许旧不见的兄弟 从此五人变成演艺圈 殖民的花美男好友邦 五人还给自己取名字 VogaFamily 意思是我们是家人 这就是VogaFamily的由来 而且他们之间的友谊 也同样不一般 这一点从他们客串 PicboyMV 便可以窥探样 说起Picboy这部MV 乔包发型 绝对可以说是史上 阵容最华丽的MV 没有质疑 质疑Picboy的好兄弟 都是大明星 在这部MV中 除了Picboy 转换不同的身份出现 好友崔宇直 朴旭直 朴旭俊 金泰亨 也扮演成工作人员 餐厅服务生 客人等角色出演 实在太可爱 除此之外 他们之间还互相送 应援咖啡车 简直笑点满满 不过也是VogaFamily 成员们拍戏 怎可少了应援咖啡车 崔宇直 就曾在朴旭直拍摄青春啊 翻墙巴时送上应援车 写上 囧直Key啊 我是宇直Key啊 现在真的是 肥烧浪的时机Key啊 隔几天 崔宇直又送上 应援咖啡车 给同居的女主角 同时也是 崔宇直的师妹 结果被大家发现 应援车上 括号写着 囧直不要吃 不过囧直 还是点了奶茶和拿铁 这种友谊 真的太羡慕了 而且最让我们大家 感到看见满满的 是他们之间的相爱相杀 身为好朋友 怎么可能之相爱不相杀呢 Volka Family成员们 也不例外 除了互相展现友谊之外 他们之间也朝外 公开对方的惆怅 或是开对方的玩笑 只能说他们真的太可爱 像是崔宇直 就曾公开抱怨过 朴旭俊 金太和朴炯直 都很爱拿他在电影的台词 开他玩笑 虽然是抱怨 但听起来却意外甜蜜 尤其是朴旭俊 和崔宇直的互动 简直让大家 怎么看也看不腻 在十周年的线上 见面会上 崔宇直要大家猜 自己手机里 把朴旭俊存成什么 结果答案是 朴荣归司机 朴荣归为朴旭俊的本名 崔宇直表示 最近以前不带开车时 经常叫君徐哥在 于是就存成司机 而且一存就18年 虽然朴旭俊和崔宇直 总是爱互相开玩笑 公开对方惆怅 但是两人是走 我好友 只有我能欺负的路线 在采访中 经常称赞对方 朴旭俊每次提到 崔宇直都会大赞对方 演技很好 很有冲击力 还表示连细节都 诠释的很好 而崔宇直则表示 朴旭俊 金太亨 这些好友们 总是很爱学 我在电影里的台词 以此捉弄我 真的是相爱相杀的好友党 况且他们在面对 重要节日 就算再忙 也要一起过 简直不要太甜蜜 要知道 Voga Family的成员们 都是大明星来着 即使每个人的行程 都很慢 他们还是坚持 重要节日都要一起过 看崔宇直 抱着Pigboy的幸福表情 金太亨 则是宠爱的摸着 朴旭俊的小呆瓜头 整个画面扬眼100分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Voga Family这个名字 被大家知道前 他们的团名 其实叫做泡澡令 一位成员们 常相约一起去泡澡 朴旭俊的印子上 还发出 Voga Family 全员到齐的泡澡照 让网友忍不住留言 好像看看水下的风景 这种友谊 真的太羡慕了 他们对于彼此而言 就像是那唯一的避风港 朴旭俊就曾公开告白 朴旭俊 金太亨 崔宇直 Pigboy是他唯一的避风港 只要有需要时 他们都会在 而崔宇直也表示 很认可 穷直的想法 虽然四个人 年纪领域都不同 但个性却很合得来 同样也很善良 所以就算他们中 谁没出现 就算P2也要在一起 就比如朴旭俊 2019年入伍 不能跟大家一起出去玩 但朴旭俊 金太亨 崔宇直 Pigboy不管去哪 心里都会惦记着朴旭俊 还在出去玩的照片 特别披上朴旭俊的大头照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可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友谊 而是相信 彼此之间终究会相应 所以说 Volga Family 在in the soup 友情旅行中 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节目中 崔宇直就说过 如果那时候 不是因为玩游戏 我们就不会相应了 但朴旭俊 却摇摇头说 不管以什么形式 我们终究会相应的 虽说有开玩笑的程度在里面 但不得不说 他们之间的友情 真的当下少要 而且作为 in the soup的衍生节目 当然是以记录 Volga家族 四天三夜的友情之旅 节目中 一将公开五人 平时在一起玩乐的 斗群模样 碧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得到疗愈 由于这五位大男孩 难得公开合体 参与综艺节目 因此消息一出 迷姐迷妹 默不尖叫 七月要死守播出 好玩的是 粉丝们最先担心的 竟是他们吃饭该怎么办 大家一致认为 里头最会料理 大概只有大哥朴旭俊了 曾经演出 《韩中隐世他2》 和《影斯塔尔》的他 应该是煮饭担当 但恐怕会做到累死 毕竟要填饱 五个大男生的肚子 至于翠宇直的拿手菜 只有煎蛋 可能又只像 《影斯塔尔》那样 在厨房内当 朴旭俊的猪手了吧 倒是朴炯之和金太恒 所有人都一直认为 两人完全不会做饭 所以只要负责吃就好了 顶多出来摆盘 刷碗之类 平时总是闹着玩的Voga Family 竟然也有如此可爱的时候 只能说 他们的感情 真的不仅仅是好兄弟 还是一家人 虽说这五个人的关系 都非常亲密 但大家最为关注的 还是朴旭俊和崔宇直 并开玩笑的 将他们组成最甜CP 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 朴旭俊是1988年生 而崔宇直则是1990年生 虽然年纪不同 但两人同样都是在2011年出道 并经历了几年的无名时期 从小配奖 逐渐今生主演 而两人其实在刚出道时 就成为了至亲好友 朴旭俊和崔宇直 在2012年 一起合作拍摄Family后 成为了至亲 两人当时和C-Star成员 多顺一起搭单合作 多顺曾大赞两位演员 人超好 拍摄现场 气氛融价 而且当年就觉得 朴旭俊和崔宇直 一定会红 崔宇直曾客串 朴旭俊的韩剧 《三流之路》 虽然戏分不多 但是让观众留下深刻意向 崔宇直还一起参见了 剧组的奖励旅行 和演员们都编唱好友 朴旭俊在2019年 特别出演电影《寄生虫》 意外成为电影看点之一 但朴旭俊在采访中表示 脸人互相客串出演作品 并非是因好友关系 特别拉上对方 一切都纯属偶然 出演《寄生虫》 是奉俊号导演的邀请 虽然导演是因为知道 朴旭俊和崔宇直 交情深好 但并非是崔宇直的想法 朴旭俊和崔宇直 认识九年 一路看着对方名气见增 但依旧维持当年的初心和友谊 朴旭俊曾说 和崔宇直经常见面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一周大概会见四五次 如果有关注朴旭俊和崔宇直 硬死 就会知道 两人常打卡出去玩的合照 特别昨日也会一起庆祝 这对CP真的非常好客 只能说他们几个人之间可以相遇 简直太幸运了 不仅让大家透过荧幕 完全能感受到 五个人懵猎的友情 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私下互动 看到他们之间不同的一面 Volga forever果然名副 其实